您提到的绰号胡鹰的尖三腰刚好有日媒称 中国希望在今年珠海航展上继续推荐它 销售对象是非美盟友国 那您对这样的报道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在美国开始向亚太盟友交付F35隐形战机的前夜 中国积极推荐胡鹰 无疑会让外界产生强烈的对比欲望 美国的军事学者安德鲁·埃里克森说过 中国发展胡鹰 不光为了证明自己能够造出五代水平的引擎机 更要证明自己能工业化生产五代机 并且占领国际市场 在他看来 中国军事航空工业迅速接近质变的临界点 对国际军贸乃至军事安全格局构成重大影响 我个人的看法是 当下的先进战机市场 美国人卖F35 第一考虑其实不是经济而是政治因素 像卖给日韩澳等亚太盟友的F35 优先考虑的是联合作战因素 其次才是经济效率 俄罗斯呢 它卖飞机更重视赚钱 当然政治考虑也有些 但这两个国家出口战机都有些爱买不买的意思 卖方市场的味道更浓 至于中国 起飞重量约20吨的胡鹰中型机的问世 等于和之前的13吨级的JF17雷电形成了高低搭配 更方便向第三世界的新兴国家推销 要知道 胡鹰的规格与台风 阵风 F16和米格35是相当的 理论上完全可以作为F16米格29的后继替态信号 而且照目前的工程进度 一旦有订货 胡鹰的出口装备进度只会比F35晚上个五六年而已 市场推销的节奏是跟得上的 更重要的是 中国是少数能保障军机全套设备供应的国家之一 全系统标配的胡鹰具备典型的四代机的技术能力 又因为胡鹰的五代机引擎设计 使其面对别的四代机时具有不对称优势 基本满足国际市场 对高性能多用户战机的需求 另外 胡鹰的设计灵活性比较高 在此 以此为标准平台 通过放大 改进 调整 等方式做扩展性开发 能够争取更大的市场空间 好的 谢谢吴先生在上海现场的在线解读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